莎莎 希亚說的朋友們 我今天叫花莫德 莫德被譽為花種之王 它過世天象 用永華貴 所以你得被群众受洗 沿着化料化角受习惯变异的提债之一 画画的时候一般是从画性开始 靠近画性的地方 可以也是深一点 而且靠近画性的地方 画牌可以碎一点 可以碎一点 可以先画前半段 前半段 好像发性的地方开始画 要注意一点空白 因为空白是透气的 空白是透气的 用笔的时候要有尾片 尾片 可以一边点一边勾点几下 几下 画得很圆 要注意画的造型 用笔的时候 可以 一边可以点 一边可以勾 一边勾 一边勾 一边点 一边点 可以 要注意一个圆灯 一个圆灯 就能按照 或者是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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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丹它下面有小叶子 好花对的地方 有小叶 小叶子 精化好以后 再生细字 花叶 花叶 花叶也可以用这六颜色 用这六颜色 花叶加多一点 叶子就比较老一点 下面的叶子可以用墨色 花叶 却用墨色 余碧的事情要有毁表 这才能显得很厚 可以在后面夹准备纸 一只电话以后发业经 发业经的时候可以一处一处地过 根据摸掉发业的前后层次来过发业 过境的时候也过得松动 不要过得很紧 过得松动一点 千万不要青丝画一只 一只补决很重要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画面的气势 过夜经的时候要注意 也偏得透视 透视 画杆子的时候也要注意画面的需要 张罕上面的需要 有时候可以在某个地方表现多一点 这个可以随意地根据画面的需要随意发挥 随意地发挥 这个是可以在某个地方 或是可以在某个地方 在某个地方的有些某个地方 有些某个地方的某个地方 有某个地方 一般这个芽都存在脑干上面 这一点就很丰富 点画性一般是藤环加的白粉 点的时候也要有的书面 也有的书面 这个点画性非常的重要 实话讲画龙电筋 画龙电筋 要有柱又散 有柱又散 所以画性一点 他的惊人就出来了 惊人就出来了 现在画性定好了 首二是 《红花药院》《罗亚福》 所以这幅画面 尤其画某代画 这个叶子非常重要 我们在画叶子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它的前后层次 以及叶子之间的穿插 与它的书面关系 在叶子画好以后 也不要亲自脑干 脑干也是非常关键 希望大家 再根据我的教材 以及光盘 再仔细地做摸一下 我想肯定为它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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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